11月6号下午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。 习近平指出,不久前,武器齐总统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。 这次,总理女士来华出席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,体现了塞方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好和对发展对华关系的坚定信念。 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历经风雨,患难与共的铁杆朋友。 两国关系历史积淀深厚,民意基础牢固,共同利益广泛,合作动力强劲。 近年来,双边关系持续高位运行,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日益丰富,务实合作成果丰硕。 新形势下,中方愿同塞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,更好造福两国人民。 习近平强调,双方要共同努力建设好、运营好两国合作大项目,推动中赛自由贸易协定早日生效,加强科技创新合作,深化教育、体育、旅游等领域合作,扩大人员往来,传承和发扬中赛友好。 中方支持塞尔维亚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,愿同塞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,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。 布尔纳比奇表示,我2019年曾来华出席上海进博会,时隔几年再次访华,我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振兴,以及习近平主席的战略远见和杰出领导力深表敬佩。 塞中关系坚固良好,中国已经成为塞尔维亚最大投资伙伴,和钢斯梅戴雷沃钢厂等合作项目改变了塞尔维亚国家发展面貌。 两国在半年时间里达成自由贸易协定,充分展现了双方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关系的坚定决心。 中国始终支持塞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,塞尔维亚人民对此深怀感激。 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,期待同中方继续相互支持,持续推进贡献一带一路,深化科技创新、人文等各领域合作。